就算是在医疗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 癌症仍然是一个难以攻克的恐怖疾病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有这样一个国家 有数十万人民纷纷患上了肺癌 这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提起意大利 人们想到的就是艺术和浪漫 米兰更是整个城市的时尚中心 可就是这样一个闪光灯下的城市 竟然存在着一个恐怖的杀人恶魔 那就是肺癌 就算是不抽烟的小孩子都难以避免 有人怀疑这座城市遭到了恶魔的诅咒吗 专家们也纷纷展开了调查 意大利著名的医学研究所 乔瓦尼医学院经过研究后得出结论 人们在米兰生活一天下来 身体中摄入被污染的空气的量 基本上相当于抽16支香烟 而这都是空气中的污染物所导致的 意大利环保联盟也认证了这种说法 他们表示 米兰空气中的烟雾 相比欧洲其他城市来说要高出很多 而空气中臭气的含量 居然也高居整个欧洲第二名 米兰作为一个时尚城市并没有太多工厂 为什么会被污染的这么严重呢 原来米兰最主要的污染源就来自于米兰居民 米兰百姓十分喜欢开车出行 原本开车就是为了方便生活 倒也没什么 可如今汽车尾气已经严重影响了米兰 在国际上的城市形象 更影响了众多米兰人的身体健康 让居民患上肺癌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甚至可能拉低了整个米兰城市的平均寿命 所以米兰也希望能够减少烟雾的排放 从2017年的1月份开始 米兰已经开始实行赛车收费了 想必在这样的制度调控之下 米兰会早日恢复更加健康的城市形象